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古奇來點名 那今天呢 又是周末 怕你起多少 起126點 賺了沒有 你有坐協嗎 你有貪嗎 起一百二十六點 我的標題有沒有改變 我的標題連續一個禮拜 我故意都沒有改變 那大盤在這裡 一個禮拜之前 大盤在哪裡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大盤是不是拉回去往上走 這是七個七十 今天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剛好在這一天 剛好是連續押回的這一天 大家很恐慌 我跟大家怎麼談 跌 因為跌 跌多少它就漲多少 為什麼 因為它是大區間 如果你把未來看成一個區間 盤整的話 那跌當然就是買 跌多少它就漲多少 那你看K線講了一大堆原因 你把這裡擋住的話 再上禮拜五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它低檔 因為跌所以你要買 很簡單的道理 你做台子期你才需要看這些嘛 連續五天往上走了 對不對 你有錢嗎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陳德又創新高了 生技股對不對 它連續漲五天 它是領先創新高 大盤在哪裡 大盤還是在低檔區嘛 所以我說重點在個股對不對 好的股票 黃金股 它會趁著大盤在震盪的時候呢 做最後洗盤 然後往上走 一二三四五 它是連續往上走 那創新高代表什麼意義 代表今天之前你買的都賺錢嘛 也代表你是坐教上來的嘛 那能不能買得到 那你看成交量嘛 成交量這麼多 是不是都可以全部成交 是不是都可以做教 創新高就是一定賺錢嘛 我會帶出 我還沒賣 第二個玉金光 講多久了 目標還沒到 第三個呢 今天起一百幾點對不對 台子旗 波段多彈 成本10550 早盤講的時候講續報 對那裡10811 收盤10848 848550 這樣多少 300點嘛 這樣上去嘛對不對 那多少人台子旗 在這裡在這裡 被右空 被尬了兩三百點 你能不能賺到300點 這連續去啊 大家都講蘋果光 蘋果概念股 倒一支去 這一個禮拜它漲最多啦 我說你要抓住大盤的方向 向上 然後每一個族群你要抓住最標的最強的股票 蘋果概念股就是玉金光嘛 升級股這個禮拜大漲我也抓到了嘛 你說去我剛 七十八十它就領先大盤創新高了嘛 這樣不可以賺錢 再對六個幾七六個八個幾嘛 我說今天大盤漲一百多點 六頭七十五等 那有一些呢 那有一些呢 他在整理的時候 他在整理的時候 你要不要進場布局 那你要不要進場布局 那 这是大拌 这个礼拜从这里对不对 对加12345涨到这里 那未来还是一样各股表现 除非你做台子 不然你解释这个 涨涨跌跌 重点在个股 我讲过从去年到今年 我讲的方式都一样 一个大区间操作 结果这个月互帮集团 他发表下半年 他也是大区间操作 9800接近1万点 群义投信也受万点有支撑 然后你看一些资料 过去因为正手税离开了 一些大户 甚至一些阻力都回来了 那成交量不像以前 他现在都至少都维持一个 1200亿 1300亿 1500亿的成交量 你看OTC 因为跌所以要买 对不对 每一次拉回 都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上礼拜讲了 他这里是不是又往上走了 他每一次往上走 又是创新高 对不对 那你看一看国际股市 他有没有往上走 那START创新高 对不对 那你说中美贸易大战 上海 上海在这里 它是跌下来 这里是不是又是一个主体 它是不是又是一个主体 就跟这里一样 那主体往上走 你要看缺口 对不对 那这里缺口在哪 在这里 那至少这里短线是偏多的 那道琼呢 道琼中长线还是偏多 因为他创新高 那OTC呢 他会往上走 他往上走了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 万点这里有支撑 往上呢 他会震荡区间 那重点在哪里 在个股 你要掌握每一档股票呢 它的涨跌的一个节奏 我说我的操作模式 不管在哪个位置 你找个股 个股它的甜蜜的买点 低档去卡位 你就有机会赚波段 跟着我做 我不会带你追价 你缴了会会 我就是要想办法 想尽办法让你做教 那你缴了会会才有价值嘛 那这个才是我的操作模式嘛 总不能你缴了会会 我要带你去帮人抬教 没有这个道理啊 那你认同我操作模式 你跟着我做 从去年到今年 我都是一样的 赚三成到六成我会先解码 然后呢会带进出清 确保战果嘛 我们不要讲太久 七月份的刚刚一些成德 我也讲了 那一档股票我们还没卖 那六月份之前 这一档自保最经典嘛 大盘从六月份 从六月初往下跌 它是往上走的嘛 为什么 因为这里往上涨 它没涨嘛 它整理了五个月 对不对 它没去嘛 所以这一落来 它到最后洗盘 然后往上走 这里往下掉 这里连续几只涨停 六只涨停嘛 带进带出对不对 这里 然后这里有出清嘛 半个月 那这一段做教 它就会会的价值六成嘛 那这跟大盘有什么关系 重点在选股 大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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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跟全资股关系比较大 所以我说你要避开全资股 然后你找一些向上的股票去卡位 然后你手中有向下的股票 我希望你换股 其实操作很简单 然后你就是做教 这一段你就是做教 六成对不对 之前威胜 这里赚36%也是一样 做教外资抬教嘛 你看外资一直在卖钞 你很紧张 可是他买钞你又不敢买 他卖钞了台积电鸿海 你又不想卖 他买的你又不买 结果呢 结果威胜从一个 这是越K线 从一个低档往上冲 这一段叫波段嘛 你能不能赚到钱 你能不能赚到钱 我希望这个周末 你资金金额 比较大的 或者你需要集中火力的 我帮你做规划 找一些股票呢 低档去卡位 让你有机会去赚到波段利润嘛 就跟之前自保一样 这里没涨嘛 这一段嘛 六七只涨停 对不对 那这一档股票呢 这一直收黑也没涨啊 后来是涨上去了 是不是又再涨呢 它慢慢会涨高 然后它会往上突破 那你一档一档去看 这个整理了一年了 它会不会涨 整理几档 它已经上去了嘛 它今天压回啊 那你要不要买 我们再看这一档 它是突破了 它今天又往上走了 那这一类的股票 你不要等它创新高了以后 你再来做追加的动作 类似之前的自保 一样 手中持股呢 我希望你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该卖的股票你要卖 该买进 该卡位的股票你去买 正确的投资观念 你才有机会在这一段时间呢 赚到比较大的波段利润 我们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运达投赋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赋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赋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投赋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做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跟大家谈一下台子期 今天外资现货买15亿 买不多 但是是买的 期货欧外减少200多口 这里增加5000多口 对不对 今天去126点 所以外资是大货全胜 昨天买5000多口 今天小幅度 小幅度的减码 今天去126点 这里也赚钱嘛 那你有没有赚 你能不能看得懂这些数据 这个才是重点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整个操作台子期 我们有很多时间解盘 不过跟你讲方法 你每天要做功课 你要了解他筹码的多空 如果他筹码偏多 稻穷持贫 或者拉回 他筹码偏多 那拉回就是买点嘛 那你要了解他筹码 你要了解外资 自营商 八大光顾航库 前十大交易人 还有内资的受险资金 他国内的大户 这些筹码综合起来 他是偏多还是偏空 那我昨天跟大家谈到过嘛 在昨天来讲 外资 自营商 选择权都是偏多 法人指标也偏多 前四大交易人也偏多 所以我是一直说 往上走对不对 那你要做功课嘛 那变数就是隔天 稻穷的变数对不对 筹码偏多 稻穷 从跌小跌拉回 那是不是一个买点 我这一个礼拜 怎么跟大家谈的 我说几掌你不要追 但是拉回你要买做多 记不记得这一句话 这个礼拜 他是往上走支撑 往上走支撑又往上走 那这一段呢 我们波段单怎么赚300点 就是拉回买 然后做波段 那短线押回是不是可以买 几掌你可以不要追嘛 可是多少人在这里放空被嘎 看不懂筹码 今天基手来到这 我们把它回到之前 这是7月13 我们看7月6号 在这嘛 我说这里跟这里是很类似 两个底要往上走一个下影线 7月台子旗先下后上 这七月车落 这七月车到百亿 一个长虹上去了嘛 这七月车十 这七月十亿 那到今天呢 那你如果在这里布局波段多单 你能不能赚到300点 做教嘛 你能不能抓到这一个转折 这个才是重点嘛 这一天没抓到这一天也要抓到嘛 拉回你也要抓到嘛 或者你都在换空 然后他往上急涨 现在涨到这里了 怎么办 法人赚钱一定很多赏户被嘎空 一两百点三百点嘛 那我的波段多单 三百点怎么赚的 你把筹码 你把这些法人筹码抓清楚了 你就不会搞错方向 你就不会被嘎码 那这些资料呢 会员每一天手中 都会有这些资料 我会把它整理出来 让会员看得很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个股 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从去年七月到现在 这里一万零两百 这里一万一千两百 这一段只有一千点 它一直震荡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个股 这一年之间 有一些个股甜蜜了买卖点 它只有一个月嘛 我一直举这一个例子 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这个位置 同样的区间一年 同样的区间 这里我们买进华邦店 那华邦店一整年 你就赚这一两个月就够了嘛 这里买这里卖赚多少 赚了股息又赚了六成 会员在看毛布骗人啊 那赚这一段 你把它卖掉 你把资金抽出来 再做其他股票嘛 这段这段让百人去做嘛 已经涨六成了三顶上 谁能赢啊 那你把资金耗在这里 就跟你把资金耗在红海一样嘛 你要找个股甜蜜的买点 从去年七月到现在 我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 这些都是我实际例子 这是华邦店 这是望宏 也是去年八月 对不对 这一段最甜蜜的买卖点 这是国具 我只赚了这里 这里我没有 我没有想到一百多涨到三百多 还会涨到一千 就是这一段 这是华星科 那时候景气循环股 我天天在讲被动元件 这一段 总美金 现在大家谈 总美金是不是头部 我在四月就出清了嘛 我在这里买嘛 这一段赚完了 这里让别人去玩 对不对 这里像不像头部 我没有意见 环球金也是一样嘛 这是什么头 我没有意见 但是它资金需求 它的景气没有改变 我认为它是震荡整理 但最甜蜜的买卖点 做到了 代进代出 这样就够了嘛 然后呢 环球金完了 这个地方四月份 资金抽出来 加金 加金五月开始涨 它是涨这一段 那一整年 你只要做这一个月就够了嘛 出清啦 那最近整理随它去嘛 我先了解我的操作模式 莱德也是一样嘛 一整年你只要赚这一段嘛 五月份 对不对 茂系赚这一段嘛 最甜蜜的买卖点 最好赚的 那最近陷入整理 它未必会跌 但是这一段最好赚 尼克森也是嘛 再想到最近的威胜 再想到自保 这一段是最好赚 我一直跟他强调的是一个操作的观念 你打个大盘抓稳了 大盘是一个大区间的操作 对不对 那你针对个股 针对族群 低档去卡位 你就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 这个就是我的操作模式 那不管是五月六月七月 至少呢 这一段对不对 七成六成 还有现在的像生计股 四一二三对不对 还有像现在我们布局的股票 我希望你把握机会 趁这个周末你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卡位布局 从第一档卡位 认同我操作的理念的模式的 把电话拨通 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特布 好看能不能在这儿啊 即日起身装运达特布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布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特布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您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敬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现场 7月12号跟大家谈 你要赶快卡位 对不对 陈泽今天又涨了 他涨了一个礼拜了 另外一些 像5G概念股 你要不要布局 大盘在这里 从上礼拜五到今天 我们的标题没有改变 网路都可以去找 可以倒带可以去看 因为跌所以要买嘛 那你布局了没有 上礼拜我刚好 这大盘的一个最低点 那今天是不是又涨上来了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是一个大区间的操作 大区间的操作 重点是你的股票嘛 那基础要怎么做 你要了解法人 从我刚刚讲过了嘛 指数为什么我们拨断单 可以赚300点 你有兴趣的人 你把电话拨通 那我们再看个股 那个股在这边 我说过呢 大盘它是一个大区间 那接下来就是个股表现嘛 大家记不记得这张图 这是五月份的时候 我说中环莱德在低档 加金合金在低档 中美金环球金 已经接近高档了 所以你把这两档 中美金环球金卖掉 你转进中环莱德或加金合金 对不对 那能不能赚钱 那时候跟大家讲 唐鸿海还没有足底 还在跌 那时候大力光 我说五月份大力光已经足底了 开始要往上走了 大力光最近是不是涨到这里 这是五月份嘛 那你继续看 这是环球金这一段是不是转 头部都还没出现 我就出清了嘛 中美金也是一样出清啊 我说转定中低价矽金元嘛 6182合金加金或台胜科 或者中环莱德 五月份这里往上几涨 对不对 最甜蜜的买卖点就是这一段 出清了嘛 后来莱德跟我没有关系嘛 中环也是嘛 这是五月份啊 能不能赚到钱 那接下来就是六月份嘛 这五月对不对 这六月嘛 那质保有没有赚到钱 你主流族群抓好你就能赚到钱嘛 大盘方向抓稳了 抓到主流股里面的标股 对不对 那最近来讲呢 我们看陈德 今天又涨了啊 这个礼拜一二三四五连续涨五天 创新高 大盘有没有创新高 我会带出嘛 那你看 再看一下郁金光 顶礼拜五 去三里 去四十里 去二十八块 去二十里 这加快就百几块了嘛 目标还没到啊 它为什么涨在这里嘛 那大力光是足底要往上走 它挑战这个位置 那鸿海到了没有 鸿海还没到嘛 所以操作上每一档股票 低档卡位 然后规定把目标价抓出来 低档卡位 目标价抓出来 待进待出对不对 先前的这一档股票 它也往上走了嘛 它是这礼拜呢 它会陷入整理对不对 那一档一档股票 往上做一个操作 我像操作不顺利的 跟着我操作 我带你布局 带你卡位 有时候慢一天 你会少赚一个波段 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进场 谢谢大家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天气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顾 后康弄在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